AM分析跟大家再讲一讲疫情的最新发展 在之前八个吹哨人 即是说最初将这个疫情向外公布消息的 其中一位李文亮医生 武汉市中心眼科医院的医生 就在昨晚离世 最初其实武汉市的卫健委 对这个消息表示沉痛哀悼 世卫亦都说对消息感到悲伤 赞扬李文亮生前的付出 不过今早很多内地网民在微博发文悼念 标签了我们要求言论自由 部分虽然没有点名提到李文亮 不过都借图表达一些说法 例如是一个健康的社会 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不过去到今早10点多钟之前 这些贴文就被删除了 这个其实我都看得到 就是说由最初李文亮去将这件事说出来 之后被公安去问话 然后再去到因为这个疫情真的大爆发了 政府对他由一个负面评价 去到一个转转 180度转向 去到今天了 有一些人悼念李文亮医生 希望提出一些表达自由的诉求 然后迅速在内地的社交媒体被压下来 这一个就是见到 我想在现在中国社会那么紧张的气氛下 其实仍然主船率是无变的 对于一些政府未得他们同意的声音 其实尤其是一些所谓言论自由这种表达 都仍然是一个敏感词 亦都是说不得 所以我想就看得到 我想之前无论是武汉卫健委 他们虽然是沉痛悼念 但是那个社会或者政府的 对于言论自由的尺度仍然收得很紧 我想这个状况可能短时间内 都未必会有什么改善 这个亦都其实会令人担心就是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继续下去 其实会不会对疫情消息的通报 都会有一个负面的影响 这个我自己相当之担心 因为大家都看到 其实今次到现在为止 其实短短都是接近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或者一个月多些 由最初的一个省一个市的事情 去到现在涉及全国的这么大的疫情 也都令到国家在很多工商业 社会民生层面上的一种停摆 如果是这样的话 到现在这一刻 如果我们都不珍惜所谓言论自由的重要 确实是很容易再出现一些 我们大家仍然是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 我自己个人相当担心就是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是会不会对于疫情消息发布 市民对于社会的 对于政府的一些公共消息 还有没有信心呢 或者他们会不会信任这些看法呢 我觉得今次李文亮事件的后续发展 这些所谓我们要求言论自由 或者引用李文亮的一句话 我一个健康的社会 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这些制图 如果都被压下去的话 其实这个都令人是担心的 好了,除了这个消息之外 另外今早上另外一单 都看完之后都触目惊心的 就是这个日本钻石公主号 就有四十一个人确诊 就包括二十一个是日本人 其实现在总数在这个船上 就有六十一个人确诊 最初就是一位八十岁的 本地的伯伯就上了这一架游凉 到现在这一刻为止 如果有六十一个人确诊 除非真的有其他隐性的传播者 如果不是的话 今次我想是对于整个世界的 我想不同的卫生组织的团体 或者持续者 一些医疗的研究机构 都是一个新的一个启示 因为为什么会是一传六十一呢 而这个一传六十一 是不是一个偶然性呢 这个八十一岁的伯伯 他是不是真的很活跃呢 在船上 他是不是真的到处地方 都留有很多病菌呢 病毒呢 他是不是一个超级的带菌者呢 而究竟他现在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他的病情有没有好转呢 或者他的病毒本身的 是不是那个含量很多呢 在他的身体那里 我想在在呢 其实呢 香港的医护单位 或者香港政府的医疗机构呢 都应该尽快呢 去协助调查这件事 还有呢 是希望能够呢 是给到呢 多些信息呢 大众呢 去知道 如果不是的话呢 今次的一传六十一 这件事呢 就确实是 超出了呢 我们之前呢 呢 听的一些消息 例如是 一个人开会 就传了十几二十人 啦 或者是 一个人去过一些的 饮宴场合 又令到 有都是以上十人计的 一个一个的传播 这样 今次是一传六十一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觉得是 真的需要 多一些的信息 去告诉我 究竟这个病毒的感染性 究竟强到在哪里 还有另外一方面来说 其实除了飞没之外 会不会还有其他传染途径呢 啊 之前其实昨天呢 都听到 有一些的 啊 医学的教授级的人马 出来说呢 就是说 六个阶磚就比较 稳阵一点啦 那就 就希望呢 那个飞没传播呢 就不好呢 就是呢 令到其他人受感染 那但是 如果现在这样看的话 其实 除非我们 就是觉得 一 就有其他的一些隐性感染者啦 二 而是他本身 还要是一路都不发病 是好回的啊 如果不是的话 这个一传六十一 这个呢 就确实是令到大家 是有感觉到匪夷所思的 好 那另外呢 第三件事要讲的呢 就是呢 其实昨天呢 中银就宣布了 中银宣布了 就是呢 一个呢 就是对于一些 做按揭 他们的一些客户呢 就提供这个 还识不还本的做法 那这个呢 我觉得呢 是充分体现了 一个商业机构的社会责任 因为呢 事实上呢 我想呢 在现在呢 社会的经济气氛环境呢 呢 其实是相当之恶劣 我自己收到的信息呢 其实呢 无论是说 酒楼啦 餐厅啦 很多不同的商户呢 其实他们的经营状况呢 都困难到不得了 结业的 有资 放无薪假的 很多 甚至乎有很多呢 其实呢 他都未去到租约期满的 他都关了门先 就说 跟业主再谈一谈 看看有没有减租的空间 才再想下呢 开不开的 其实呢 我觉得呢 现在的状况呢 就 已经呢 可以说 经济的崩溃呢 就算未到临界点都好呢 也都已经是相当严重的情况 而且呢 受影响的很多都是一些基层的打工仔 很多上班族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其实我觉得呢 政府前几天呢 就说呢 预备了一个呢 就是支援商界的百亿计划 我觉得呢 这个固然啦 有是好过没有的 但是我奇怪的地方就是第一 为什么去到现在都一两三天的时间 仍然未公布细节呢 反而一些商业机构 其实他们 是要向股东交代 他们的商业的那个营运模式 是一定要赚取利润 他们都可以这么快出来 回应到社会诉求 但是为什么 以民为本 甚至乎 其实库房的钱 都是由市民大家呢 职存下来的 其实政府只是一个 帮我们监管 或者是帮我们 是守住这一笔财富的角色的 但是在他们在回贵市民 这个问题上 为什么他们做得这么慢呢 还有只是限于商界呢 其实这些全部我都是不明白的 再说 我只能够想就是说 会不会其实 现在的政府 仍然是好像我们抗疫的态度 就是说 我们不是在抗疫 走在抗疫的一个最前线 或者甚至乎 我们不是想多一步 究竟未来疫情发展如何 我们就先做一些事情 反过来说 我们看到疫情发展到这样 我们就先去做一些事情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 对于香港普郎的大众 其实都相当之不公平 因为事实上 政府是有一个 帮我们谋惑我们的前景 或者帮我们去 帮手面对困难的一个责任在这里 但是去到这一刻为止 我们仍然见不到这些措施出来 那究竟要到什么时候 是不是真的要有很多人 都说他们失业出来示威 或者又是失业率 要升到板板声的时候 我们才推出一些所谓的 救大家社会的灾情的措施呢 其实这个我想最简单的 我仍然是觉得 政府应该尽快派钱 尽快应该用一些最简单 最直接的方法去帮助民众 而不是再去 反过来就是想一些措施出来 限制某些人申请到 而某些人申请不到 因为其实呢 在一个所谓大家社会上 对政府的信心又不足 疫情又严重的情况下 其实是不应该再订更加多 所谓需要有繁复的申请手续的一些 舒缓的措施 反过来说 舒缓民困的措施 是越简单越好 宁愿呢 其实我个人来说 我觉得宁愿是派错了 到后来去跟市民再说回 我们怎样去保留实惠 好过呢 是用很多不同的行政手段 是派遲了的 所以我个人在这里再一次 都是重新我的观点 就是说 其实呢 现在这一刻呢 政府除了想抗疫之外 更加财金官员想多一步 就是说 怎样呢 在这个抗疫问题之后呢 是重振回我们的经济 之前呢 当然呢 可以大家都 或者之前 其实政府呢 那个论料都是说 我们在过去的下半年 其实呢 这个社会运动呢 是对那个社会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 但是我们所见到的就是说 经过了半年的社会运动呢 其实对于 当然 其实呢 很多的行业都是受了很大的一个财政损失 但是 我都仍然觉得就是说 那时候的状况呢 是仍然呢 其实是 未至于去到现在那么差 因为现在讲的其实是一个的瘟疫 那瘟疫 今次的状况就是说 其实我们见到呢 公务员呢 很多是在家上班了 社会很多的经济运作都是停顿了 而这些呢 在过去的下半年呢 其实都仍然是未出现 那既然现在是出现了的话 其实我觉得呢 政府呢 应该好好地 利用今次抗疫 和舒缓民众 财政压力的机会呢 去尽量做多些事情 希望能够呢 从这一件事呢 挽回回一部分市民的信心 好 就在这儿和大家呢 停一停先 有些什么新消息 我会再和大家再报道